此视频对于针对收到这个安全锁隔离板隔离开关怎么接的视频指导 然后我们看这个隔离板隔离开关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有三个插头 这里一个黑色的 这里两个绿色的 然后这个黑色的直接接220就行了 两根线 一根火线一根零线 一根火线一根零线 然后剩下两个接头 看了跟安全锁隔离板这三名 打开之后里面有说明对应的 这个是安全锁镇控制板的上面的安全锁镇 这是安全锁 安全锁也是控制板上面的 这个是安全锁跟安全锁户 就是夹子的一个 这只是内部的一个图 然后下面我再教大家怎么接线 首先把我们匀线的这两个 这两个安全锁镇 看了没有 这个是安全锁镇 跟这个安全锁地 把它拆下来 把这个拆一下 对 把它拆下来 拆下这个安全锁附 这个是你看 银线是在这个位置的 是安全锁附 这个是安全锁正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夹子 夹子 你看内部 安全锁附 安全锁附 夹子 那我们就把它接到这个位置来 就是从这里测掉之后 从这个位置 驱动盒这边测掉之后 接到这边来 来接上去 塞进去 塞进去一点不要露出来 把那个铜线塞进去 只是一个四粒 这个安全锁 就是把这个安全锁附 拆掉之后 移到这上面来 看到这上面 安全锁附 然后再把这个安全锁正 这个安全锁正 拆掉之后 接到这个位置来 把它拔下来 拆掉 好 拆掉 然后把这个线把这个线撕出来 就是包出来 包长一点 然后伸进去 好 擦进去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原有的 接在控制锁上面的安全锁正 已经接到这上面来了 原有的安全锁附 就是地线 已经接到这上面来 好 那么现在这里 两个是空的了 那我们就找两根线 从这里 这个位置 这两根线 拆两根线 接到这个安全锁附 和安全锁正过来 就这样一接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呢 把原有的安全锁正 安全锁附 移到这个上面 这个右边来 然后把这个 找两根线 把这边 左边这个 找两根线 把它接到这个 驱动盒上面来 接好之后 再通电试一下 看这个安全锁 测试一下枪头 就可以了